城中 唐记书屋内 此时的唐吉德拿着算盘十二八拉十二提笔在旁边的账本上勾勒 少许时间后 看着账本上这个月的进账 唐吉德不禁叹了口气 收益更少了 这年头 好做的生意不多 多的反而是难做的生意 就像是卖书这样的买卖 在那人多 客源多 需求多的地方才是好做 而像雨水城这边 地处偏远 整个雨水城里面就连学堂就那零星两个 整个城中多是做生意的人 读书人少 像是书屋这样的生意 可想而知 昨年的唐吉德都准备翻过年 就将这书屋收拾一下 然后将铺子租出去 乃曾想 忽然间几个女侠都带着一些画本的书稿 就找到自己拿着剑架在自己脖子上逼着自己 印刷发书 原本只当是无妄之灾 却没曾想是来了几个女菩萨 通过那名为芳心纵火犯的作者撰写的画本 不过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与水城 中下至那些带字归中 豆蔻年华的小丫头 上至那四五十岁的老嫂子们 竟然都迷上了这些画本 不单单如此 从唐吉德这边出去的画本 甚至都卖到了临近几个城镇里面去 虽说最后卖书的前唐吉德只能够分到两成 但也足以让唐吉德赚得盆满钵满了 要说唯一的不好 就是后面送那画本手稿的曲飞烟没个定性 运气好的话 一个月能够送来两本画本的书稿 运气不好的话就跟现在一样 已经三个月都没看见画本书稿的影子了 也不知道那小姑奶奶到底什么时候 才将新的画本书稿拿来 这可都是钱啊 想着 唐吉德抬起头 看向这铺子门外 莫名带着几分望眼欲穿的感觉 然而 就在唐吉德准备收回视线时 一道身披麻衣的身影 漠然进入到这铺子里面 而在这人 进入到铺子里面的瞬间 一道轻盈的铃铛声随之 传入到唐吉德的耳中 正是之前从客栈出来 一路找过来的晚晚 看到来客人 唐吉德开口道 客人要买些什么吗 只是 对于唐吉德所问 来人确实没有回应 而是自顾自地 在这店铺里面逛了起来 将此时弯弯的反应收入眼中 唐吉德也没奇怪 生意人 什么奇怪的客人没看见过 反正这铺子里面 都是一些画本 以及赝品书画 没什么值钱的物件 唐吉德也就低下头 继续算起账来 任由 晚晚在这书屋里面 自己挑选 不过 就在唐吉德 才刚刚低下头 看向账本时 一道俏丽中 隐隐带着几分妩媚的声音 缓缓传入到唐吉德的耳中 敢问掌柜 写这画本的芳心纵火饭 是这鱼水城里的人吗 嗯 听到这声音以及问题 原本低着头的唐吉德 快速地抬起头来 却剑方 采纳在这书屋内闲逛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自己这柜台前 同时 站在门口的几名铁剑门 和青蛇帮的人 听到这话 齐齐地转过头 看着站在唐吉德面前的晚晚 目光看着此时 低下头脑袋 完全被帽子盖住 看不清真容的这人 唐吉德叹了口气道 姑娘 听我一句劝 不该打听的别打听 不然会惹麻烦的 这大半年中 不是没有人来唐吉德这边打听 这芳心纵火饭的身份 但基本上前来打听的人 都是被这青蛇帮 和铁剑门的人给架走了 甚至于青蛇帮里面一个头目 过来闲聊的时候打听 都被第一天拿着画本书稿 找自己的一名女侠 当场给打断了腿 要不是这样的话 唐吉德哪里可能每天待在 这书屋里面望眼欲穿 早就追到那区飞烟家里去催稿了 只是 对于书屋门口的这几名 正虎视眈眈 盯着自己的青蛇帮和铁剑门的人 晚晚连看都没看一眼 而是继续站在唐吉德的面前 眼见晚晚 这般不识趣 门口站着的青蛇帮 和铁剑门的人均是皱了皱眉 然后向着晚晚这边走来 可就在几人刚刚进入到 这书屋里面的瞬间 便见晚晚那麻衣 长袍下一只白皙的手抬了起来 下一秒 随着几道进气激设而出 这几名青蛇帮和铁剑门的人均 是被点中了 穴道动弹不得 糟糕 硬柴啊 这边 在将这些人的穴道点了后 晚晚心中轻笑 有意思 只是询问一声 竟然就引来这些家伙 看样子 这一次过来 确实有着意外之喜啊 心中念头落下 晚晚的右脚忽然轻轻在地面 踏了一下 叮铃铃 真气流转的瞬间 自这铃铛声传入唐吉德 以及旁边这几名青蛇帮 和铁剑门弟子耳中时 不管是唐吉德 还是旁边这几人 瞳孔均是缩了一下 双眼眯蒙无声间 脸上均是流露出呆傻的神情 半课中后 在得知了自己想要知晓的答案后 晚晚脸上的笑容渐浓 哼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挨千刀的混蛋 竟然真的在这鱼水城里面 楚清河吗 嘴中嘀咕几声后 晚晚身体之中的 真气快速地流转 然后注入到右脚脚踝的铃铃之中 片刻后 待到晚晚从这书屋里面离开时 此时书屋里面的唐吉德 以及那些青蛇帮和铁剑门的弟子 才是如梦初醒 眼神渐渐恢复了清明 只是站在这书屋里面 看着面前这青蛇帮和铁剑门的人 唐吉德一脸的茫然 不清楚这几人 何时进入到自己这书屋里面的 而屋内这铁剑门和青蛇帮的人 同样是满脸的疑惑 一刻钟后 随着晚晚按照方才迷魂之后 获取到的信息 一路行制到这程序 带走到楚清河这宅院的门口时 晚晚第一时间 便感觉到了一道倒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可对于这一些视线 晚晚却是看都没看 晚晚抬头看向面前 这楚宅二字时眼睛轻轻地眯了起来 终于被我给带到了呀 在长长吐出一口气后 晚晚缓步上前 拿着这大门上的门环扣动了几下 实习后 在晚晚这等待之中 面前珠红的大门徐徐地被拉开 露出了门内满脸好奇的屈飞烟 在看到屈飞烟的瞬间 晚晚的眼睛不禁亮了一下 没想到 在这雨水城里面 还有这么好看的姑娘 随着弯弯目光 放在屈飞烟的身上 此时的屈飞烟的视线同样落在弯弯的身上 四目相对间 看着此时 麻衣帽子下那一张俏理 且又带着几分妩媚的绝美面容 屈飞烟不禁正了一下 这姑娘 长得也好美 回过神来后 屈飞烟开口问道 这位姐姐可是有什么事吗 声音入耳 弯弯脸上含笑 长得好看 声音也好听 开口就是姐姐 嘴也甜 好在屈飞烟那蠢女人不在 不然的话 怕是得将这小姑娘 拐到慈航敬斋里面去了 心中念头落下的同时 弯弯询问道 请问 这里是楚清和楚公子的家吗 文言 去飞烟 却是第一时间点了点头道 不错 姐姐是 弯弯轻轻笑了笑道 等一下妹妹就知道了 说完 弯弯真气流转间 快速地注入到脚踝上的银领里面 而当真气注入这银领的瞬间 这脚踝上的银领便轻轻地震动了起来 下一秒 面前的屈飞烟神情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呆滞了起来 随后 弯弯神情自然地上前一步跨过这门槛 不过就在刚刚跨入这大门之中 晚晚顿时感觉到这院中的不同 虽是一门之隔 但这里面的空气却是充斥着一些特殊的香气 除去山茶花的香气之外 同样还带着一股隐隐的清新花香 卓而不腰 清而不厌 使得此时的晚晚在进入到这大门之后 先是徐徐地呼吸了几口这清新的空气后 才打了个响指 在这响指声音传入屈飞烟耳中后 一旁神情呆滞的屈飞烟徐地关上门 然后转身向着内院走去 弯弯则是不疾不徐地跟在身后 同一时间 内院之中 此时的楚清禾以及水母阴姬均是心有所感 齐齐抬头看向前院的位置 水母阴姬缓声道 竟是一个宗师境中期的舞者 而且来者不善啊 面对水母阴姬所言 楚清禾稍稍思索了一下后 忽然抬起衣袖甩了一下 带到一些粉末 在这院子里面散开后 楚清禾才是轻声道 先看看情况再说 说话的同时 楚清禾心中不禁浮现出几分好奇 此时此刻 楚清禾同样奇怪这一个忽然上门 并且会运转真气的宗师境舞者的身份 片刻后 在楚清禾几人的等待之中 之前去开门的曲飞烟 重新回到了这内院里面 只不过除去曲飞烟之外 此时跟着回来的还有着另外一人 在目光从曲飞烟那明显呆滞的神情 以及双眼扫过后 楚清禾目光定格在了 跟在曲飞烟身后的那人身上 不过当目光轻挪 放在这人那赤足以及脚踝上的银铃时 楚清禾却是眉头轻皱 竟然没穿鞋 宗师境中期 赤足 银铃 这样的癖好 放眼天下 不会是大唐那个吧 不单单是楚清禾 就连旁边的水母阴机视线 同样放在了这陌生人 那双赤足的身上 眼中一抹差一闪过 也是在楚清禾几人的视线 落于刚刚踏入内院入口的弯弯身上时 此时的弯弯目光 同样是放在了楚清禾几人的身上 而当目光扫过院中 那站着的小招 林诗音以及水母阴机时 即便是婉婉 眼中的惊讶之色 都是快速的风增 直至目光定格在那山茶花树下一席百亿似血 面容俊美的楚清禾时 弯弯神情更是多出了几分恍惚 原本在于水城这样的地方 能够遇见一个曲飞烟这样中天地灵气的俏丽女子 就已经是让婉婉诧异了 哪里想得到 在这样的一个小院子里面 还有这三个丝毫不比曲飞烟差 而且相貌气质 皆是美得不同的角色女子 但相比起其他三女 更为让婉婉诧异的 还是楚清禾 目光放在面前 楚清禾这仿佛被最好的雕刻师傅 一点点雕刻出来的俊美面容 即便是婉婉都是有了一种眼眸声亮的感觉 这家伙竟然长得这么好看 心中嘀咕一声后 再次走进少许的婉婉开口道 公子可是楚清禾 冲我来的 听着婉婉所言 楚清禾心中轻疑 随后轻轻点头道 正是在下 文言 婉婉继续开口道 那你就是芳心纵火犯了 楚清禾 嗯 这话出口 楚清禾顿时一脸的问号 倒是一旁的水母音机 在听到芳心纵火犯几个字时 像是想到了什么 神情顿时微妙了起来 只不过此时的 弯弯注意力 都是放在楚清禾的身上 看着楚清 合着满脸疑惑的样子 弯弯微微正了一瞬 你不是芳心纵火犯 面对婉婉所言 楚清禾疑惑不减 在下的确是 楚清禾 但姑娘这所谓的芳心纵火犯 在下却是不清楚 见词 弯弯皱了皱眉道 难道说找错了 沉吟了几夕后 婉婉询问道 霸道教主小娇妻 是不是你写的 楚清禾 是 弯弯 教主家的小白脸 是不是你写的 楚清禾 是 弯弯 那我家娘子超兄 和甜美公主俏郎君呢 楚清禾长长地叹了口气道 都是 弯弯双手插腰道 那你还说 你不是芳心纵火犯 楚清禾 都已经说到这一个份上了 楚清禾哪里还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 瞥着一旁眼中 带着笑意的水母音机 楚清禾开口道 你早就知道了 嗯 面对楚清禾所问 水母音机甜甜地回应了一声 之前 我还在旁边院子住的时候就知道了 神水宫的弟子发现的 还专门将外面书屋里你写的话 本买过来了 将水母音机这话收入耳中 楚清禾顿时一只手扶鹅 所以说 现在情况也很明显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 就是我的读者 这一个念头浮现 楚清禾的表情顿时古怪了起来 几夕后 视线重新落于面前婉婉的身上 楚清禾开口道 姑娘不请自来 就只是因为在下写的画本吗 文言 婉婉轻哼道 你觉得呢 说着 婉婉冷笑道 从第一次看见你写的画本之后 本姑娘就打定主意 有朝一日 一旦找到你 一定要将你吊起来 用鞭子抽一顿 然后让你将那些画本的结局都给我改了 面对 婉婉这一副愁大苦深的语气 楚清禾嘴角咧了咧 随后摸了摸鼻子道 那个 有商量的余地吗 婉婉冷哼道 有 吊起来抽两顿 然后再给我改结局 想到之前自己看的那些画本内容 婉婉看向楚清禾时 眼神充满了不善 长得这么好看又如何 最多就是吊起来 拿鞭子抽的时候不抽脸就行了 一边说 婉婉一边抬起手 对着楚清禾露出了拳头 不过 视线放在楚清禾脸上时 婉婉沉吟了一下后补充道 识相的话 你还是配合本姑娘一些 也可以少吃点苦 面对婉婉这一副坚决的语气 楚清禾轻轻叹了口气 随后右手徐徐地抬了起来 抬手的同时 随着楚清禾身体之中真气流转 在楚清禾屈指轻弹之下 一道真气包裹着特殊的进气 直接点在屈飞烟弹中学上 刹时间 之前还是面带呆滞的屈飞烟 像是睡醒了一样 眨了眨眼后 双眼之中的神采快速地恢复 不过 屈飞烟身旁的 婉婉在感知到楚清禾身体之中的真气波动时 却是面色大变 大宗师竟初期的舞者 心中念头变化下 弯弯赤足瞬间在地上一点 身体之中的真气 同时自下丹田之中流转而下 扑 然而 就在婉婉身体之中真气调动的瞬间 却见婉婉身体猛地抖了一下 随后一口鲜血直接吐了出来 下一秒 刚刚还好端端地 婉婉就这样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察觉到旁边的动静 刚刚才如梦初醒的曲飞烟 直接被吓了一跳 而后看着躺在地上昏过去的婉婉 曲飞烟神情恶然道 公子 这位姐姐 楚清禾瞪了曲飞烟一眼道 还说 都是你惹来的麻烦 哈 我惹来的麻烦 什么意思 听着楚清禾这话 曲飞烟满脸的茫然 片刻后 在从水母英姬的口中了解这婉婉上门的原因时 曲飞烟顿时扭捏地捏着衣脚道 我不是想着 每次就我们几个哭得稀里哗啦的 太委屈公子 你写的这话本吗 所以 就想着 让这一份悲伤 让更多人知道 说完 曲飞烟又补充道 另外月姐姐也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 公子你这话本卖出去的钱 八成都进月姐姐荷包了 得知了这一件事情 腰月还有份 楚清禾也不知道是该笑 还是该说吉女太闲了 自己家里写着玩的东西 非得弄出去 让其他人也看见 现在 竟然还因为这么一个打发时间的玩意儿 弄得看自己话本的人 找上门来问罪 一百万字了 撒花 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支持啊